4.黎明 当年四大天王其实最出名的是黎明 90年代的黎明是最红的 其次是刘德华和张学友 最差的才是郭富城 当时黎明拿奖拿到手软 基本全部大奖都拿了 但是之后的话 黎明给人的感觉 全日爱两个人的烟火 今夜你会不会来 歌的传唱度90年代算高 由于21世纪没有新作传唱后 加上它主要是玩电子音乐 而这种音乐迅速被接受的同时 又迅速淘汰 电影方面能称得上分量的 就是金马影帝 但他自己也并不是很喜欢 四大天王这个称号 或许就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 3.郭富城 四大天王排名中的最后一位 郭富城 其实在1990年也非常的火爆 新专辑对你爱不玩 同样受到追捧 但有一点遗憾的是 郭富城当时火的地点 并不是香港 而是台湾省 当然郭富城驾驭舞台的能力 在香港及亚洲 无人能出其左右 他的演唱会代表着香港演唱会制作最高水平 成为香港演唱会的标杆 2005年获得香港舞蹈年奖 亦是首位娱乐界人士获此殊荣 这些年定方面表现也日渐佳继 但是对于拼命三郎刘德华 和布朗神话张学友 还是稍稍逊子 2.刘德华 唱歌方面 刘德华的歌相反就是缺乏实力 虽然华仔最近几年一直人气很旺 但是勤勉踏实一直是刘德华成功的基石 1999年黎明退出领奖台 刘德华的人气迅速上升 原本两个最强劲的对手 黎明退出刘德华高居榜首 从已30多年 华仔的歌方面一直做到比别人更努力 电影方面做到量最多 人品方面做到没人可奖 所以一直红到现在 不是没有理由的 只是现在到了岁数 有了孩子 肯定不能像之前一般拼命 期待华仔开演唱会 一张学友 张学友的国际排名 绝对是四大天王中最高的 在唱歌和唱片销售方面 张学友肯定第一 毕竟是仅次于 麦克尔吉克逊排名世界第二嘛 电影方面之前退出过电影圈 之后的电影拍得都很走心 最近几年 大家对他的演技都有目共睹 觉得没有拿影帝实属遗憾 跳舞方面 学友应该是四个里面排第二的 就拿最近的演唱会来说 55岁了能唱跳三个小时 那不是拿来糊弄观众的 人品不用说 没有和谁有过什么骂战 却内好友众多 综合实力方面 学友还是稍微多了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herramient已为台湾 如果您の人多好